两名省部级高官同日被逮捕贪腐内幕惊人,10月19日中共财政部前副部长张绍春被逮捕,此前往不其惊人的贪腐内幕引发舆论热议10月19日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中共财政部前党组副书记,前副部长张绍春及贵州前省委常委,前副省长王孝光,因涉嫌贪污社会双双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, 起诉两人皆被逮捕,张绍春被报拥有130多套房产,被查出的资产总值600多亿今年,4月张绍春被免除财政部副部长职务5月7日官方公布了张绍春被查的消息,9月20日,张绍春,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被双开张绍春被指违规打探有关案情对抗审查, 升受财务,搞钱色交易等,升受巨额财务,涉嫌受贿犯罪张绍春,自1988年开始,一直在中共财政部工作,历任财政部办公厅,值班室副处长及秘书,研究处副处长,新闻宣传处处长,办公厅副主任,司长及秘书,财政部条法司,教科文斯司长,财政部部长助理等职 他于2006年11月,升任财政部副部长,2013年4月兼任党组副书记张绍春和于2016年落马,的中共国家统计局前局长,财政部前副部长王保安共事,近20年多名知情人士,证实两人关系不错 在张绍春被双开前西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,张绍春,在国内外拥有130多套房产和148名情妇,被查出的资产总值为6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境外存款300多亿元其儿子、其妇、侄子等名下有70多状房产,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张绍春自2007年,其还担任孔子学院理事会副主席 中共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的目的是一较中文的名义,对国际社会进行中共意识形态渗透和配合 中共战略统战分析认为,在财政部任职的张绍春,出任孔子学院理事会副主席,显然是在拨款方面对后者予以支持 王小光深夜落马,早已是龙中虎贵州前省委常委,前副省长王小光,今年9月被双开 今年4月1日深夜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 贵州省前常委,副省长王小光,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小光成为中共监察委组件,并与中纪委合署办公,后,首个接受调查的中管干部 陆媒的文章趁深夜宣布省部级官员落马,无非就是一个极次突发 突然,但王小光的落马似乎并不符合这个前提文章,表示王小光早已是龙中虎了 王小光在今年1月22日辞去了贵州省副省长的职务王小光请辞 后去向不明3月30日,他的简历被官方悄然撤下其名字,已不在省委常委名单中 陆媒的文章说,副省长辞了,省委常委被拿掉不能不令人生疑 如果他早就被盯上了上述衣,且都顺理成章何必深夜打虎 除非还有其他外人未能得知的原因 王小光是山东巨野人,他与2017年落马的甘肃省委前书记 王三运有多处交集,曾担任过王三运的秘书 两人还是校友王小光1991年6月调入贵阳市纪委办公室 之后担任过贵阳市乌当区区长,区委书记,贵阳市副市长,贵阳市委秘书长,尊义市市长,六盘水市委书记,尊义市委书记等职务 2017年6月出任贵州副省长,中共十八大后贵州有两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分别是中共贵州省委常委,尊义市委书记廖绍华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孔令中廖绍华 2013年10月落马后王小光是廖绍华的接任者 2013年10月份